如今的国内汽车市场可以说是品牌众多,款式丰富,据统计,国内在售的车型款式已经达到1000多种,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是中小排量汽车,但是现在车子再多,有些经典的车型还是令人念念不忘,比如,近日在浙江某条街上就出现了一辆老款的宝马L7,宝马L7可以说是宝马中的战斗机,现在已经是极为少见的,但如果这辆宝马L7的车牌还是连号吃牌的话,就更是极品了,宝马L7可以说是宝马中的战斗机,现在已经是极为少见的,但如果这辆� 宝马公司收购劳斯莱斯之后面向中东,美国等地区的超级富豪,镇吉耀元等社会名流运员于1995年推出的第一台宝马品牌限量,运制的超豪华轿车,全球限量899辆,中国不足50辆,当时的售价是300万元,这辆宝马R7还有一个亮点,没能逃脱路人的环境金,这辆宝马R7的车牌是五连号,五个八的车牌,排完价是320万,但这个五个三的车牌估计便宜不能拿去,而且这辆车的车位还标示着V12和L7,可以看出,这 这辆宝马R7搭载的是一台V12发动机,可以达到250公里的最高时速,百公里加速只要轻妙,由此更加凸显了车主的不凡,这么将近20年车领的宝马豪车,就当时来看,旧车主身价也是不可估量的,更不用说现在身价了,而且宝马R7也早已经停产,再加上国内保有量减少,所以已经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一辆车,所以尤为的珍贵。